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一節呢 把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啊 放在電腦上頭去刨 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对这个 对这个 题目 去做一个建模的解说 建立回归模型 用这么大的一个数据 这么大的一个题目 来做各种 模型的一个探讨 各位同学我们先解说一下这个题目 774页 16-15的这个table 是有关一家公司 25个业务代表 每一个代表 在一个 一个市场 在一个 在一个业务区里头 那么他有他的业务的责任 那么这边 从上后下数了25个区域 就代表25个业务代表 每一个业务 区域呢 这个都有他的营业额 所以他会说像第一个 第一个业务代表 他在他那个区域里头的营业是 3669.88个签 这个单位是签 所以 他应该是 366万9千880 是应该这样理解他 所以那个单位都是签 那么 sales是代表营业额 那么公司有25个业务代表 每一个业务代表的营业额呢 分别如 这个 最左边第一行那边所显示 那么 time呢 第二个 左边所在第二个variable 时间呢 代表什么 那代表是 这个员工也就是这个业务代表 在公司的资历有多长 资历你就算43.1 那这个时间是以什么 以月来算 43.1个月 那么 第三个potential呢 potential是什么 市场的潜能 他这个区域的市场的潜力 有多少 意思就是说还有多少人没有使用他们这种产品 或是他这个品牌 你有开发的空间还有多少 这个是potential market potential 好吗 在右手边一个 advexp advertise expenditure 那个是广告的额度 广告的预算 广告可以消费的 就是你可以广告费用你可以花多少钱 广告费用花的越多的话呢 那应该按理想的应该会对他的这个营业额应该会有帮助的 所以 费用广告越多的话 当然是也可以解释他的营业额 那么除了time potential advertise expenditure之外呢 第四个 第四个可以解释的变量呢 share share就是market share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或者市场额度 那个市场占有率呢 market share 2.5亿就是百分之2.5 2.5亿个percent 那这个代表呢 这家公司的品牌在所有的相同产品的市场里头呢 占有率只有百分之2.5亿 对吧 他比如说 同学们经常使用的 你们买没买卫生纸啊 买卫生纸啊 卫生纸你们用什么牌子的 书解 有五月花 对吧 还买什么 好多品牌 我记得每一次才是到这个超市去 哇 琳琅满目的 那么卫生纸每一个品牌 它的市占率都各有不同 所以这家公司所卖的产品 在整个市场上的占有率有多少 就是它所谓的market share 那么市场占有率如果越高 那当然它的业额会越高了 对不对 那么再下一个change change就是在过去四年来 他们公司市占率的一种变化 这过去四年啊 到底是越来越攀高呢 还是越来越走低 所以 这个四年当中的一种变化 它也可以把它换算成一个change 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它这有0.34 有正的 有负0.7 那代表是走低 所以有些走高也是走低 可以看出来他们在各个区域里头的业务状况 是过去四年 那么如果是走低的话 当然它的营业当然会低啊 就跟着受影响 你如果是攀高的话 当然这个营业可能就会升高 所以这个change呢 它也可以解释你的营业儿 那么再下一个就是account account就是什么 account就是账户 账户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顾客有一个账户对不对 每一个顾客是不是有一个账户 是有一个账户 跟这个顾客来来往往的订单 付款的情形 服务的情形 也没印收账款 等等的都记录在这个账户里头 所以账户可以解释成为顾客 所以number of accounts 就是你账户的个数 账户的个数就是代表你的顾客的个数 你有越多的account是代表你有越多的客户 越多的客户就有越多的account 所以account代表是账户的 代表是顾客的一处 那么另外一个在work work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workload 代表它的工作的复刻 工作复刻它是一种加权的指标 是用每年它的顾客的一个购买 跟顾客的专注在我们顾客 这个忠诚度 每年对我们公司下订单 忠诚我们公司 这些指标上都算出来的一种家庭指标 工作的复合 工作复合越高 代表它对公司的一种贡献 对公司的一种一页而所占的百分比 就越高 所以它叫做workload 再来一个是rating rating它说是在公司里头 从1到7这样的一个分数来讲的话 看它平均呢 它在公司里头的表现的一个评比 的分数 介于1到7之间 它到底得多少分 所以你看看它这个最右手边 这个rating它有从 有5.1的 有4.9的 2.9的 从1到7 看它给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它怎么去算它 那么公司有一套算法 但是呢 这25个优代表都分别得到了 它应有的这个rating 所以我们 把25个优代表 它的相关的8个变数 大家看 1 2 3 4 5 6 7 8 8个字变数 sales是1变数 sales是营业额 我们现在是要解释sales 用8个自变数 想办法呢 去解释 去建立一个模型 来解释营业额的高低 并不是说一定一定要8个都要放在模型里头 模型里头放8个自变数老实说不是很好的事 放很多自变数 R square好像可以冲高 可是模型不见得好 所以这个 这个希望呢 它能够透过这个建模呢 能够找到适当的这个自变数 成立它的一个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当你有很多自变数在一起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一件事 大家记得 就是做呢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做相关系数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775页上面的16至13这个table里头 它有这个系数 这个系数呢 就是样本相关系数 那这相关系数呢 两个两个 两个两个 好像说在这个相关系数矩阵里头 可以找出任何两个变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那cells是一变数 一变数也可以跟 time potential 这些自变数 这些candidates 自变数 可以找到它们的相关性 这相关系数呢 都相当高 那最低的是time cells跟work work之间是负的 负的 怎么会负的呢 workflow越高 以额越低 那这个workflow一定是跟 以额没有相关的 那在公司里头 它有一些杂物 行政负担 以至于它 如果workflow越高 那么它花在业务上的时间就越少 是吧 可能是这样的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ells的是一变数 跟这个自变数八个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最左手边第一行 那边可以看得到 那么其他的自变数 与自变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都散落在那整个的矩阵里头 从这个相关系数矩阵里头 我们要找什么你知道吗 要找什么 相关系数 自变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要找什么 多重贡献性 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找什么 要找这些数据当中 有没有超过多少的 超过0.7的 对不对 很好 同学有概念 那你看看呢 0.7的事实上只有 只有一个 那是哪两个自变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Time跟Account Time是这个业务代表 在公司的服务的年资 那Account是这个业务代表 所拥有的客户数 那你年资越长 那他的客户数就越多了 这个是必然的 对不对 你待的时间越久 你认识的人越多 你不断地努力地扩展你的版图 所以你会认识的客户 应该是会越多了 那相关系数高达0.758 0.7以上的 所以小心 在你的模型里头 不要让Time跟Account 两个自变数同时放在模型里头 否则很有可能会产生 这个多重贡献性的问题 所以看到这个相关系数 矩增以后 我们心里头有数 知道这两个自变数呢 不应该同时放在模型里头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看了这样的一个模型以后 那我们先了解 然后呢 翻过来776页 16至14的这个报表呢 就是把全部的 八个自变数都放进去 所得到的回归的模型 Asquare相当高了 因为你全部倾潮而出啊 你得到了Asquare一定很高 92.2% 那模型的正确性呢 F比值虽然不是很高 23.66 但是P-value也非常的小 所以整个模型来讲呢 也不是有什么问题 唯一就是你看 每一个自变数 最右手边的P-value 你们看看 有一些P-value是非常大的 0.139 0.262 0.565 0.950 这个都超过 超过0.05了 这些自变数呢 是比较不可能放在里头的 至少呢 当你全部都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有一些已经被排挤掉 所以你看 这个 全部都放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觉 有一些自变数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头 所以你发觉 自变数 Accounts 好比说最明显 你看那个Accounts Accounts的P-value是0.262 所以看起来 Accounts不应该放在这里头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Time Time你知道吗 Time你看 它那个P-value也是0.313 看到没 这两个东西啊 同时放在模型里头 它们的P-value都非常低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好像在看到两个都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因为两个同时放在模型里头 产生抵触了 所以两个看起来 两个都不应该放在这里头 但是稍后你再看看呢 如果你不要放四个 你不要放Account跟Time的话呢 它的P-value就不会那么样的大 那么这个 所以看看这样的模型以后 我们发觉这个模型呢 如果全部放的话 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这是一开始呢 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把这个模型 八个字变数通通放 那请问你会发生什么问题 好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 底下呢 这个是 如果只放三个 Potential Expenditure Advertised Expenditure 跟Share 这三个质变数的PVM 放了三个 你看看你的R2 也相当高 84.9 那么F值呢 39.35 反而你看它的F值反而呢 更高 更有力量 表示这个模型呢 越有它的正确性 显著的程度更高 正确的显著更高 然后你看看 Potential Advertised Expenditure 跟Share 这三个质变数的PVM 都非常小 所以你只考虑三个质变数的时候 你发觉呢 它们各个质变数的PVM 都非常的低 代表呢 三个质变数 每一个 都相当有显著 有显著性 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可是你八个通通放的时候 你却发觉有很多的 有四个以上的PVM 都非常的大 所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呢 那就是多重贡献性的作祟 就是你有一些东西 不应该同时放 所以导致呢 它的这些显著性 就没有那么高 这个是16-3的 那个情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 对于这个题目的这样的理解 先做这样的理解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对这个题目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是使用这个题目呢 来当做一个背景 我们来展现呢 你在选择哪一些质变数 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的时候呢 你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 有哪一些步骤可以用 16-4呢 这个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谈呢 Stabilized Regression 但是你谈 Stabilized Regression 你要去检验 BetaI等于0 看有没有办法推翻它 你用的检定统析数是F F的这个 这个还是 这个是你如果是 Reduce 就是你是有所限缩的 这SSE呢 你没有把这个 要比说像它这个地方是 要比说对2好了 对2来讲 这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是 它这边讲说 你还没有放2进去 那这边放1跟放2 就我们题目上 就我们 770级这边所讲的 只放了X1 跟你又多放了X2 两个的SSE的变化 差别一个自由度 下方的是 分母的是整个的MSE 所以我们使用呢 还是使用呢 先前所讲的 这个F的这个检定统计数 来研判 到底呢 某一个质变数 应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所以这是我们先前 有关选择 要不要加 一个质变数到模型里头 的一个 一个研判的标准 就是用这个F的 这个检定统计数 那么虽然我们是用这个 但是呢 这里头呢 还是有它的 这个选择的步骤 它的选择的步骤 在我们课本这边 列了三个 建模 建模的方法 就是我建立模型 我可以有哪些方法来建立它 那么建模的方法呢 首先呢 我们说 它叫 Stabilized Regression 逐步 回归法 这个逐步呢 怎么讲呢 它基本上分两大项 第一大项呢 第一大项呢 是说 模型内的质变数 假设现在的质变数 是这五个 像在模型内部 这模型外部 模型外部 有X2 X4 X6 X7 X9 X11 X12 假设是这样的 这模型内部现在呢 里头有五个质变数 有的代表了 你现在的模型是什么 你现在的模型是Y等于Beta0 加上Beta1X1 Beta3X3 因为你现在模型内 Beta5X5 Beta8X8 你现在有这五个 1 3 5 8 还有10 它首先Stabilized Regression 是看说 你现在的模型内的质变数 有哪些质变数 是可以退出模型的 表现不好 调离开现场 篮球场上头 五虎将 哪一个人表现不太好了 今天状况不佳 先测出来 逐一可以测 可是你要看看 这里头可以测出来的 的那个质变数 就是什么质变数 各位想想看 X1可不可以测出 我们要算什么 可以测出 我们是不是算它的F值 算前面这个F值 那我可以用这个F值 算出一个P value 那是怎么算呢 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 我的SSE 如果算X1 那我对X1 不要包括在这里头 X3 X5 X8 X10 减掉 SSE SSE 多少 1 3 5 8 10 大家知道吗 我要算X1 对不对 不包含X1的 就好比说 像刚刚是 我要谈 谈论的是X2 谈论X2的话 不包含X2 是不是只有X1 那加上X2进去 是不是有两个 两个以后的 SSE 是不是变小 没有X2的时候 SSE比较大 大的减小的 那是不是 你放了X2进去以后 造成SSE的变化量 现在一样的 你现在要检查X1 不要有X1在这里头 假设把X1拿掉以后 是剩下的SSE 是不是变大 减掉呢 你把X1放进去的时候 SSE 那是五个都有 1 3 5 8 10 都放进去 SSE这个时候比较小 这个相减 除以1 然后再除以什么 除以MSE 就是这个F比资 可以不要担心 这个不会让你去算这个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电脑会帮你算 但是我让你来 而且它背后的步骤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先算 X1 假设把他拿掉 SSE 是这个 我如果保留 SSE这个 那SSE的变化量 去比上MSE 然后这边是得到一个F值 F值是不是可以算是一个P-Value出来 X1如果 要退出来的话 P-Value要越怎么样越好 要注意 我们之所以可以拒绝它的话 也就是说 可以让Beta2等于0的时候 那就是P-Value很小的时候 P-Value小 就可以拒绝H0 对不对 拒绝它的意思就是什么 Beta2不应该等于0 不应该等于0 那X2是不是应该保留在模型里头 现在你想把这个质变数把它拿开的话 那意思是P-Value要怎么样 要大 所以模型里头的每一个质变数 你都要用这种方法 逐一检查它的F值 然后算出它那个P-Value出来 你想要把它退出来 不应该保留在现场的质变数 它的P-Value一定是大的 对不对 大的不能够拒绝H0嘛 所以这个质变数 因为它的P-Value大 所以它就会被迫 会退出 对不对 P-Value小了才留在里面 所以大的 有没有可能 不止一个大 好比说第一个也大 P-Value也大 第二个也大 X3也大 X8也大 其他的这个P-Value小 也小 五个当中有三个大 对不对 大的话就无法拒绝H0 所以Beta-I就等于0 这样走吧 那到底这三个大 到底要退哪一个 要多于一个 P-Value大的 而且大都是大于0.0 大于一个什么东西 大于一个Alpha值 这个P-Value 我们说它大于 大于一个Alpha值 这个Alpha值 我们给它一个代号 Remove 想要退出的时候 该不该退出 的那个门槛 Alpha值 给一个下标 叫Alpha to remove 现在呢 因为T-Value只是 个别看它 这个T-Value的算法是什么 是它的细数 处于它的 它的标准差 但是我们现在的简定的是 这个 这个质变数要不要离开 要不要离开模型 我们所用的是用F简定 我们先前16、42不是有一节 专门来谈说 你要把质变数 要加进去模型 或是离开模型的时候 我们所用的方法 不是用T简定 是用F简定 是用这个东西来简定 T简定呢 那个味道跟这边的味道不一样 那个T简定你回顾一下 我们的T简定是用 我们的T-Value是 Vi 这个SVi 对不对 那之所以做这个简定是 整个模型OK 模型OK 然后我们个别去看 每一个质变数的 βi是不是应该等于0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算法呢 是拿它的值去处理它 那这个值去看看它有没有太大 是吧 来拒绝或者接受 这是在谈这个模型里头的质变数 那个质变数显不显著 显示的条件是你模型要正确 现在我们所检验的是 这个质变数要放在模型还是不放在模型 很类似 但是味道不一样 它这个地方前提是你模型要正确 那个地方是根本在对你的模型在做挑战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放这个质变数进去 你要放的话模型就变了 所以为什么它用F减定 它不用T减定 对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 当然你可以个别去看每一个质变数的 T减定的结果 来决定这个东西要不要放在里头 但是呢 在回归建模里头 在这种情境之下的话 你是用F减定来看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看起来好像是很类似 但是T减定是个别去减定每一个质变数 有没有显出 在这个模型里头显不显出 这边的时候是建立模型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在摸索 在摸索的时候是探索的 每一个质变数应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我们就是探索的时候 所用的是F减定 不用T减定 所以理解上头的理解 这个时候是用F减定去研判它 那现在你好比说你有三个P value 都大于Alpha值 你要退哪一个 最大的那个 没错 最大的先退 退完以后 剩下两个再看 你懂吗 再退第二大的 再退第三大的 懂吗 逐一的 只要你P value比Alpha Remove的值还大的话 都是可以退的 然后从最大的先退 退完以后退第二大的 再退第三大 退退退 退到不能再退的时候 就不再退了 不再退以后 再来进行什么 先来看外面 本来是看里面 将回归模型外的自变数 检视 假设你现在退了三个以后 现在模型里头只剩下多少个 这三个都退完了 这三个都不见了 这三个都搬到外面去了 所以外面多了X1 多了X3 多了X8 里头只剩下两个 外头有这么多个 怎么办 所有在外面的这些自变数 看看逐一检查它的F F的值 一次只检验一个 他比如说我现在检验X2 把X2放到里头去 跟还没有放在X2 现在只有X5跟X10 所以这X5跟X10 我现在变成是X5 只有X5跟X10 可是 如果我把X2放进来了 只有X5跟X10的时候的X11 可是你放了X2进来以后的X11 是不是变小了 产生了这个变化的效应 再去跟MAC比较 这样懂吗 所以X2要不要放进来 我从这边算了一个F值 可以得到一个PValue 这个PValue如果比 某一个Alpha 各位同学 现在的Alpha不是AlphaRemove 是Alpha什么 这个门槛值 这个叫AlphaEnter 我现在检验的是要不要进去 我检验的是要不要放到模型里头来 我现在Alpha门槛叫AlphaEnter 我告诉你AlphaEnter跟AlphaRemove 其实基本上都是定多少 都定0.05 这样懂吗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一样 可不可以定0.07 0.025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看你怎么定 但是就我们Minitab来讲的话 我们都定0.05 所以我现在PValue 要不要放在模型里头 PValue要放在模型里头 都是PValue越小 是不是越小 而且小于这个门槛值 比它还小代表比较有力量 拒绝Beta等于0嘛 你能够拒绝它是代表 它的自变数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它的系数不应该等于0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找那个PValue小的 小于门槛的 好 现在假设小于门槛有哪些你知道吗 X6 X9 X8 所以呢 这个是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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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都小 小于什么 小于Alpha Enter 对不对 三个都是Candidate 那现在要先进哪一个 最小的 就是找最小的进来 好 最小的 假设这最小 先放X6进来 再放第二大的 X8 再放X9进来 假设X4也可以放进来 你就放X4进来 所以那模型啊 从本来有五个 自变数 现在退了三个以后 现在一口气还可以加进四个进来 你的模型的自变数是不是变了 我没有跟你限制说一定非要五个不可哦 所以呢 你每一次先进行退 然后再进行进 先退后进 先出后进 你们快计是先进 先出还是后进后出都可以是吧 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现在是先退后进 这样就要一个步骤 这样走吗 退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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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再退 然后在外面再进进进进进进到不能再进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叫做什么 叫做逐步回归法 所以逐步回归法呢 它有退也有进 然后是先退而后进 那么这个逐步回归法 照我们在771页底下 它逐步回归法 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明 它说 这个stepwise regression procedures begins each step by determining whether any of the variables it's already in the model 模型里头的variable 应不应该把它移开 那么首先它算 当中算F statistics 而且呢 得到一个p-value for each independent variable in the model 然后呢 你再看 这个alpha呢 叫做alpha to remove 那么p-value只要比它还大的 通通都可以移离开模型 那你找一个什么 算一个最大的 你离开它 那么逐步的把它移开 然后再来考虑 它说下一段 它说如果你已经没有 质变数可以移离开 这个模型的时候 也就是你可以开始考虑 把外面的质变数 移进模型的时候了 那么同样的 你还是一样算F的 这个简直总计数的值 再算一个它这个p-value 然后呢 跟alpha 这个时候的alpha呢 叫alpha to enter 也跟它比较 只要比它还小的 就是有力量可以进来的 那么所有这些可以进来的 找一个最小p-value的 那个质变数 然后呢 再找第二小 找第三小的 逐一的把它放进来 放放放放 放到不能够再放进来 没有质变数可以再进来的时候 就是你stepwise regression 可以stop的时候了 那么最底下 他们讲的 你的alpha to enter alpha to remove 都是定0.05 在minitab里头 都是这样子的 同学你看 778页翻过来 minitab的stepwise regression the output呢 你如果用stepwise去跑的话 它跑出这样的一个步骤出来 首先你看 step1 step1放进来的 质变数是多少 account 那个是p-value 是不是很小 很小 当然要保留在那模型里头 第二个步骤 多放了advexp进来 p-value非常小 那么在第三步骤 放第三个 第四步骤 放第四个进来 所以呢 它可以确定啊 你这个模型 它是跑了四个步骤 就可以确定你的模型 是这个样子 然后底下呢 它你的r2的始终 56.85 逐步升高 到90.04 这个stepwise regression 给你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然后最后呢 这个模型啊 如果你放了四个的话呢 那模型的前面的细数啊 它底下它也告诉我们 你可以得到 整个的这个回归方向式 可以得到 这就是stepwise regression的一个步骤 也没有什么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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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